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ayman 歡迎又來到我們Lincontag 輕鬆來聊表的時間 每週一次的Podcast時間 跟我們Lincontag團隊來聊聊 關於手錶的新聞趨勢 或是任何關於手錶相關的事情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也歡迎訂閱追蹤 對於特電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也歡迎私訊到我們的Facebook IG給我們的團隊 我們什麼都可以聊 那今天我們來聊聊什麼呢 今天我們來聊聊 什麼叫做 說感興趣的品牌 但是有你提不起勁的手錶 手錶品牌白白種 每個品牌都有不同的款式或系列 你嘗試的 每個品牌嘗試去討好 每一個喜歡他們的品牌精神的 手錶的玩家 也有幾個品牌 總是可以跟你 設計上總是可以對你對到位 推出的錶款剛好可以達到你的心 同樣的也有品牌 你看了再多的錶品 看了再多它的設計 你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來問問 我們在場的林肯塔團隊 有沒有在你這麼多品牌中有一種 讓你很無感的手錶 可是它推出了一支莫名 讓你感覺特別有feel的錶款 反過來問問有沒有一些平時 讓你很有興趣的手錶品牌 但是卻它發行的一款 你怎麼也提不起進的錶款呢 那今天我們同樣邀請到 Harry Kirk Alec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Harry你要不要先來分享一下 你的品牌的 五感品牌中最有feel的錶款 講到我這個感到五感的品牌 基本上我比較對於一些推出前衛表款的品牌 比較沒有feel 保守 Harry 真的比較屬於保守 老人家比較保守 就像說其實這幾年在國外非常夯的 在MB&F 那他們其實有非常多這種系列都是很前衛造型 所以我對這個品牌其實比較沒有feel 不是到沒有到討厭 但是就比較沒有feel 但其實 它分兩個支線 它另一邊還有一個legacy machine 對 那我們說是超強的 我覺得就是legacy machine是特別 個人覺得有feel的 因為其實看起來就是 你也知道這個系列是由這個Caribot 9 超到的嘛 那它近期 也算吧 它算設計吧 LM1而已 它好像說LM101也是它做的 可能那是用1來改的 是沒錯 但是因為1之前 1的系列是還大顆了一點 那我其實對於它這個新款的 就是101比較有感興趣 就是因為它的表徑有縮小 那當然它的表面也是比較屬於 我們講的典雅 然後看起來是一種工藝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對這支表還蠻有feel 傳統治表 可是你這樣講我就說 LM的系列都是傳統治表的 比較偏啊 所以我才會說 它已經占了一半了 但是就是 應該說是這幾年比較 算是夯起來吧 不然其實以MPF早期來講 幾乎都沒有推出像這種 比較偏傳統治表 大部分都是 看起來就是 另外一個空間的東西 LM賣超好的吧 是啊 LM賣超好的 對啊 對啊 其實沒有那個 NBA自己本人說 其實它的是它的 Aronautical Machines賣的是 好很多 好像HM那個賣的比較好嘛 它原則上它就是分成兩個系列嘛 那當然後來還有Magari 可是早期的時候 它是用 LM是找Kari 跟找Petersburg Marina 一起來做 它原本想說它會賣的比較好 它每次都說一個是用 一個是用腦袋來做 一個是用心情來做的 就是看它喜不喜歡這樣子 可是到最後其實是它的Aronautical Machines賣的是 比它的LM好很多 比較特別吧 光外殼上面的差就差很大 因為那個你剛才講 HM的系列它那外殼就很特殊啊 所以吸睛度一定差很多的 但如果說以傳統工藝 LM的是比較傳統工藝 對啊 Aronautical Machines才是比較 所以我才會說就是HM系列 就是看起來殼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飛船型啊 或是一些很多交通工具的樣子 但是就是那個系列就一直提不出興趣 所以我是對於這個Legacy Machines 這個系列是比較有興趣的 我到後來我就覺得它越做越 就是好像是說什麼大自然的什麼 有點偏調了 什麼Juji啊 水母那些東西 我也不是特別有興趣 不會 我覺得Juji那是蠻好看的 它好像是它那個飛船在改的 人家不是說那個飛船 Juji很可愛的那隻 很像那個洋具 對 新的那隻 透視讓人完全看得清楚 你繼續講 水母也是 水母我也覺得還不錯啦 雖然說看起來造型是蠻有 怎麼講 蠻前衛 但是其實水母那一隻是不錯 我太太實在是有一天他忽然揪我說 欸來去那個 MBNF的Gallery去看一下那個水母中 對 就是去那邊看嘛 然後他就是特別去看到水母中 所以其實對於不懂表人 還是會有吸引到一些特定的族群 那是習近啊 你那邊買一個Sunderdom給他 那他所有的表都要賣掉了 上面你可以把上面 那Harry又要賣表了 一圈鑽石的 現在已經賣很多了 那K你們就不喜歡了 有鑽石就不行了 那另外一個我分享一個 比較偏珠寶的品牌啦 那大家都知道 Shoppa小幫錶主要都是做珠寶錶 而且做女錶居多 那早期我也對這個品牌比較沒有特別興趣 那其實但是在大概 我對他有個系列是特別有FU 就是他的LUC的系列 那特別對於他其實有 因為LUC有非常多的系列 特別對他有一個錶款 就是用小自動盤的 就是用1.98 1.96機芯的 這一款是特別有興趣啦 那他其實這個小自動盤 他有分1.96、3.96 等等不同的 那其中對1.96特別有興趣是因為 第一個是1.96這個機芯 他有日內外印記 所以他比他其他的 就算他標榜限量的 款式更好 然後第二個是 1.96系列是用耳錦式微調 跟其他的3.96自動盤式微調來講 是比起來的工藝度就有差 所以我對於這個 Sharpat的LUC系列也是有 蠻有FU的這樣子 所以大概都是比較偏 公藝型態的這種錶款 那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我分享的 其實是Frank Müller 那對於Frank Müller 其實也不是說 早期也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個錶款 但是在前幾年 我這支錶他後來還沒有進 他前年有做了一支 七日鏈 七日鏈的一個錶款 然後他用的是九筒型的錶殼 搭配了這個 大明火法郎的這個面盤 然後加上他的那個機芯很特殊 他的機芯 橋板是走瑞士的風格 然後他卻用了像德式一樣的裝飾 例如說我們講的這個 寶石外面做K金套筒 然後做這些 爾錦式尾條等等 所以有點像是 瑞士跟德國的混合體 所以這支錶 我也是覺得蠻有FU的 但是因為很可惜 台灣其實是沒進來 那我在台灣找了很久都沒有看到有進過這一支 這個七日鏈的錶 所以以上這三個是我比較想到 在沒有特別有FU的品牌當中 推出讓我 那個在國外賣很好 賣很好賣很好 那支在國外賣超好的 那支其實 曾老師從一出來就跟我講 他想找一支來寫 但是一直都沒有沒有緣分看到實表 那支也已經好幾年 他就長那個樣子而已啊 Franc Miller會長什麼樣子 是沒錯 但他那個機芯看起來是真的很漂亮 那你就得買了啊 那要像國外賣啊 對啊 那整訂啊 對啊 你是不是買不上造型才買的VPay的那一個 那差很多欸 那等級差超多的 沒有 VPay的那一支機芯是用Normos 他那機芯也是高級的 其實是機芯做的是不錯 是當然是沒有 面盤是沒有那麼好啦 但是其實那個VPay的機芯 其實是用Normos的那個 手上鏈那個機芯是做的不錯的 這是我大概以上分享三支 但那種酒桶型的手錶真的要看手腕 不是每個人戴起來都好看 那真的 我沒看過幾個人看 戴Franc Miller是好看的 不好不好 那難度很高 不好駕馭啦 因為那種酒桶型的錶真的是 因為他那個錶兒就是 沒什麼錶兒 然後有時候太小或太大都很 那個手腕要剛剛好的形狀才會好看 是不是要手腕要細的人比較好看 就手臂要細長的 要扁 因為要不然你會整個架起來 就不好看了 大部分那一種就是錶殼邊邊的話 你如果要做一些比較 大部分都是做紋錶 可是你做絲紋錶的時候 旁邊如果太厚 感覺起來整個造型就是差掉了 你如果到時候錶殼又削得太多的話 感覺會很娘炮 就很像RM其實那個形狀 其實戴很多人頭上都不好看 其實RM也不是很好駕馭 就是說戴起來 NBA Player戴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NBA Player戴BombBomb嗎 那個就比較好看 LeBron James戴BombBomb嗎 那個是Housewife 很多NBA Player的大概 Vanessa可能有戴BombBomb 他可能好 所有顏色都有 對啊 瘋瘋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女兒 還蠻有可能的 那Hurry老師你剛才講的 你最沒有興趣但是有Feel的表 那反過來有沒有什麼是 你最有興趣的品牌 買很多 其實很簡單 回去看你什麼牌子的表 買比較多 你大概對那牌子比較興趣 那我先提一個 可能客客也對這牌子很熱愛的 可是沒有 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說就是品牌啊 你說做很多 那品牌做 我一直覺得說有很多品牌 就像是你 不管是Ninegear 還是Adidas什麼的 你確定就是比較運動品牌 你不會去做西裝還是什麼 可是手錶很多早期的品牌 不然他什麼全部都要做 但是你就是看 你說像我們等一下講Jerozy Jerozy就是老褲機甲 就是大部分的人心目中 他就是專門做比較機器 比較文表 對 比較公益化的 而且很多東西他如果做太平 你就會覺得整個不對 你就要像Navy Seal嗎 I secretly like it 很多東西就是 你已經架設了這個品牌精神之後 你花這麼多的時間 架勵的品牌精神 然後到最後你可能就是 因為一兩樣 敗筆的東西 又把整個品牌精神 遠離了他的故事了 我覺得很多品牌 都想要做得很滿 可是到底有沒有必要 那好像下次可以再講 OK 好 你去去 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 在我印象當中 機家其實就是做 症狀斯文表居多的 那其實我對他推出了 潛水系列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feel 我反而蠻喜歡 你喜歡蠻喜歡 OK OK 我買過他的Navy Seal Alarm的那一隻 我是對他那個 但是那一隻 我後來是真的整個壞掉 直接退給AED換錢回來 修了三次都沒修好 是什麼原因 他的那個外圈上面 那個Loon Pimp 那個球 那個三角形一直掉下來 換了三個外圈 還是一直掉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了 Navy Seal 根本不需要那個東西 是啊 掉了才應該是對的啊 他原本就不敢留在哪裡 Navy Seal我應該也不需要Alarm嘛 這樣子人家知道你在哪裡了 後來直接台灣AED跟我說 我們把錢換給你 就直接把Credit退給我換表 真的是可能他已經無能為力了吧 所以我說對於他出這種比較拼運動的 我是真的 而且他造型又不像 他出了運動表又是讓你覺得很震驚的感覺 我講震驚是Shark的感覺 像他的Tribute to Deep Sea就很好看了 那是真的很漂亮 那是超美的 但他大部分的運動表就是 看起來蠻差強人意這樣 可能就不是他的品牌精神 就是跟風格相去太遠 應該說跟他的主要的主流幹線差很多 我們說你大部分想到 你想到有些品牌 他就一定是有一些很有精神的一些表款 你說像GiGi想到Reversal 你會想到或許會想到Polaris 或許 Membovox也會喔 對 所以等你在做人 他想要再做運動款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精神再加進這運動款 就像很多現在很多車子要改做 Lamborghini做了SUV Ferrari要做SUV 就是你會覺得說有點差別 Benny都做SUV 那很多人買 我看Lamborghini那個蠻多人買的 對 我就說有時候錢買不到品牌 這就是一個問題 沒有辦法 所以很多品牌要 你要跟隨著市場潮流 可是跟自己本身就差太多了 但其實有時候就是品牌可能想要擴展自己的戰線 不要讓自己被拘泥或是歸擋在某一個類別 所以有可能 這也是 怎麼講呢 這就是你有時候很難抓那個點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 其實是我講第二支表 一定很多人可能會對有challenge 我第二支想要分享的是 其實我對PP 百達菲力是蠻有興趣的 但是我一直對它推出來 熱銷 其實這個菁英 像571 5712 其實是它最熱銷 而且現在飆漲非常高的產品 但是我對這個菁英 就是鸚鵡螺這個錶款是沒有興趣的 當然它錶殼設計是蠻有意思的 說實在的 但是我其實真正沒有興趣的點 是在於它的指針 因為我對於用使用這種棒狀針的 這種錶都比較沒有提不起feel Herry不喜歡棒狀物 就是感覺鈍鈍的 覺得不夠俐落 但是 你比較尖一點的 對 他很喜歡劍行針 對我喜歡 我喜歡類似像劍針一樣的東西 Sickle by 那所以就是說 不是說整支錶都不喜歡 那就是提不起勁 當然就是說 也可以講說 反正可能這個銀帶也不足 可能也買不起 但是就是一直提不起feel 提不起心情去買 那最後我要提一個 其實是IWC 其實我對IWC跟機家這兩品牌 我都買了不少 那IWC兩個系列呢 包含了它的Pilot飛行員 跟葡萄牙人 我都買過不少指標 那唯獨其它 它有另外兩大系列 一個是Engineer 還有一個是Aquatimer Engineer我覺得還好 其實Engineer我也買過 然後就是感覺它很耐用 很怎麼講 它其實是很reliable的標 但是我對於它那個Aquatimer 一直找不出它的定位 我一直怎麼講呢 因為你想到IWC 你就會第一瞬間一定想到飛行員 那你想要稱讚 稱霸海陸空 我就要想要稱霸海陸空很困難 你還是做你的空中霸主就好了 就像說我對百年寧 我也是想到飛行 不會啊 Omega也做得很好啊 Omega比較前沿一點 它也是海陸空啊 人家也做得很好啊 很多都海陸空啊 Hamilton都海陸空 對啊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對我而言 IWC就是好像是稱霸 你是在說舊的Aquatimer 還是新的Aquatimer 舊跟新都沒有特別有feu 新的比較好看一點 好一點 它最慘是第二代 第一代OK 第二代很慘 新的好一點 現在應該第三代 但新的我看它也賣不好 都不好 其實IWC一直除了 飛行員跟葡萄牙之外的系列 一直都沒有賣得很好 Engineer可能還可以 但是它對於Aquatimer 應該都不是很好 它可能出個Aquatimer 萬年曆就可以賣很好了 它Figpilot放個萬年曆 賣得到每個都要 要改名字 這個叫做亞特蘭大系列 哈哈哈哈 亞特蘭提斯 亞特蘭提斯 Atlantis 這是亞特蘭大 我在詛咒他們 美國也快要倒了 那大概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也沒有說對某什麼品牌 特別好 就是有排斥 台灣的 但是其實就是說 有些還是以個人 這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個人喜好 沒有關係吧 有喜歡 也有不喜歡的 他不喜歡那種太偏的 運動化的東西 潛水錶的東西 他比較喜歡 就是往工藝方面的 你如果說哪個品牌 工藝到了之後 他就就會 Harry就是要工藝 工藝為主 應該說比較傳統工藝 傳統工藝 還有一種新的 以機心控 機心控而言 對那 那 那 Harry謝謝你的分享 那今天要不要先 等一下先換一下 Alex來分享一下你 無感的品牌 有Fu的表 有哪些 先講第一支 那 其實 我 那麼多品牌 我最無感的是Panerai 他是我唯一從來沒買過的手錶 Really 我從來沒有買過一支Panerai 可是你的手臂的size 還蠻適合戴 對啊 那你之前不是去新加坡 香港不是要 他借我戴而已啊 我沒有買啊 Harry只要賣你 你就是欺騙他的感情 Harry現在整個傻眼 推銷 我發現根本沒進去 我對Panerai的印象是 他沒有那麼貴 他以前我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他才 一兩千塊美金而已 那個時候很久很久以前 高中畢業的時候 有早期就是那個Uniters 他改的 就六四九七改的時候 那其實 我覺得外型不難看 因為他還是有他的 意大利海軍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那個size戴起來 真的是連我都覺得 加上他那個crown guard 我覺得戴起來 真的不是很舒適 因為他的crown guard 已經很凸出來了 你再把它弄到四十四去 其實戴起來 那個手腕會很不舒服 你有left hander 對啦 你只能戴他的left hander 那他 其實我一直蠻喜歡 submersible 他的那個潛水表 但是submersible 就更誇張 他做到四十七去 那他最近 我記得是在 四年前的時候 他有出 PAM006 現在叫00683 之前我忘記 他的系列 他是把他縮到四十二 然後他把他 變成titanium 那我覺得那個size 是我可以接受 我有 其實我有試戴過 其實真的蠻 跟你試戴過 你也沒有買的 沒有 因為我看到PANERI 我就買不下去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size很OK 加上他是titanium 其實真的很輕 其實我 我可以理解 你的一點 因為 我自己 我倒覺得PANERI 不難看 只是我就戴在我手上 他就整個就很怪 所以等到他说 大概三四年前 就deway的時候 38 我有點小心動 可是因為我已經 幹腳趴好太多年了 你買了怕沒面子 我想說 這個臉扯不下而已 我算了 因為其實PANERI 我覺得 我看過戴過好看 我跟你講 台灣人基本上 戴PANERI都不好看 因為都太 太瘦小 那個 那個手臂 實在是太小了 那你這樣打趴 一大堆 一大堆 前逛的人 我沒有 沒有只拿一些店家 這是事實啊 附近前逛的人 但我只是說 你看像 我看過真的好看的 像電影裡面好了 像Servis Sloan 戴起來 真的好看 他夠大隻啊 The Rock戴起來 好看 Jason Statham 戴起來好看 那些人都是 他們都很大一隻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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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Statham 是滿小隻的 他不是 他不高 我知道他不高 他滿小隻的 他應該算 但是我覺得 在Rambo手上 真的是最好看的 PANERI的話 真的要在Rambo手上 真的是很有feel 每個人都要練成那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要 Harry一定要練一下 你要有資格 你才能戴PANERI 你才能駕馭得了他 可是其實說真的 Hurry 你真的超不適合戴PANERI 你那個戴PANERI 其實我是在救 你想把他拿來戴而已 因為我想說 你只要再戴 烏魯你自己的 我現在也沒有再戴PANERI了 整個feel都不對了 人要懂得自己 我現在 我後來有 最近如果要買PANERI 我是有在找更早期 有那40的 40mm的那個 那個你找 不是 你那個找不到了 有找到 我看到 但就二手打 是COSC的那一支嗎 欸 我看到是有動力儲存 應該是 在後面還是前面的 在前面 在前面的 就是6497改的 不是他現在的 不是7750改的 哦 自動的 自動的 不是6497的 Daylight 不是Daylight 不是 就是 反正那種錶 其實發現 他早期的錶 雖然小 可是其實厚度 還是挺厚的 一定會啊 因為7750也滿厚的 你不管說 你要加東西 7750根本就厚 然後6497 也是厚的 都是很厚的 再加功能 就要更厚 所以 其實雖然錶是小 40mm 但是還是厚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我很喜歡 他的idea 就是你放個6497 進去一支錶 然後有300米 其實真的很少有 這個機型配上 這個潛水深度的 很多吧 6497 300米 隨便找一次錶 是不是可以幫我用 6197很簡單 300米不難 CKL明年會推出一支 6497的潛水錶 他怎麼出 我就不做了 150就夠了 但是他 Alex有提到說 在他之前 可能沒有人 這個想法 把一個懷錶機 裝到大錶殼 做成潛水錶 確實應該是 以前是沒有 我喜歡這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 後來真的是 看到太多人在戴的 而且真的 太氾濫 不是 而且戴的人 戴在手上都很難看 就覺得好像沒有feel了 他把這個品牌 幫我戴爛了 你說那些人戴一戴 你感覺戴 你就 就可能跟K-Man一樣的時候 然後戴一支47的 什麼什麼 就不對啊 戴盾牌一樣 對啊 就不是Captain America 可是就是有一陣子 就是大錶風 就是 一個大錶圈的風 我覺得你要有那個手碗 你駕馭的了大錶 那OK 沒話講 這難看就是難看 Like you said Money can buy taste 真的 可是你說像現在 Rollex 你駕馭的薩爾比是變到棒 但是那是錶真的是 我覺得Rollex 對啦 因為我看到很多老人家 就是都是瘦瘦小小的棒 他們戴Dajus 其實蠻好看 老人家戴Dajus就很適合 那是到36的啊 像我記得我也戴的 那是Dajus在他手上 因為他瘦瘦小 瘦瘦高高 那就很適合 OP了 OP也OK 可是現在比較少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的 之前Harrie好像也有 稍微有提過 還是寫一篇文 就是說 這幾年就真的是運動風格表 真的太誇張 從大表進到運動風格 然後到現在你說 複雜機型的東西 斯文表都已經很少了 對啦 這個運動表 其實佔市場率佔蠻大的 我看應該有銷售 應該有佔七八成吧 沒有到那麼高啦 沒有 六成啦 沒有到七八成 運動表在台灣本來就比較受歡迎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一樣 台灣可能因為潮濕 所以大家都比較 台風天然什麼東西 大家都希望說 防水係數高一點點 現在的現代表 不論是症狀跟 不論是症狀跟運動 防水應該是 太濕的時候都需要潛水表 大部分是還好啦 現在你都每天在淹水的 每天在淹水 豬自眠 他一個他一個 對啊 OK那 那第二個品牌就是Bugari 那其實我對 珠寶品牌的手錶一直 除了Cartier的Santos以外 一直沒什麼太大 因為我一直覺得Bugari的錶 真的很醜 這是事實 我覺得他做的美 基本上以前做什麼Diablo 那些都都不好看 其實我覺得現在也不好看 所以我對那個品牌沒有feel 但是他唯一是那個Octo的那個 Finizmo 那支那個薄的那個 那支加上那個鏈帶 那支錶真的我試戴過很多次 真的好多次想買 真的很漂亮 那個厚度真的是 戴上去舒服 真的很舒服 他那個鏈帶是我戴過 這輩子戴過最舒服的鏈帶 然後只是 因為你平常都是被綁皮帶 只是你要我 一個沒有feel的品牌 你要花那個錢下去 我真的需要考慮好一陣子 那每次考慮好 回錶店 有這支錶 但是他沒有鏈帶款 因為鏈帶款一定是賣完的 對阿那Bugari的錶 我覺得除了這支以外 其他的都 真的是 我覺得很不OK 哈倫你喜歡這個Octo Friend什麼吧 我喜歡阿 那個造型你可以 他的Tobion也不錯看 但是我不是特別喜歡他超薄的 我知道他 我喜歡他一般的Octo的系列 他現在最近在打他的那個Chrono 新的那個計時碼錶 昨天那個LVMH 對啊 我喜歡他後來 就是他應該算是第 第一 應該算第一啊第二代 他有推出一個孔雀藍 哈我知道 孔雀藍的那一支 那個他自制機型的那個就不錯 那但是也是就像Alex講的說 叫我花那二十多萬去買一支 然後有Octo Fismo要六十幾 不是啦我是說一般款的啦 一般款定價二十多 小三針的 對 就是小三針 然後叫我花那個錢 暫時還沒辦法 而且Bugari之前有這樣 就像Kirk所說的 就是一個品牌 他是做珠寶 然後那就是文表 他也做過潛水表 有他也做過潛水表 對他潛水表也賣得很差 也是不太受歡迎 因為他偏離太遠了 其實我有他的潛水表 我有他一支那個三地時間的 那你真的是亂買 兩回不好意思了 我有一支啦 但是那一支是蠻方便用 因為他的那個小時是快條 我知道你說哪一個 那個是蠻方便的 我倒是有一支 那支也有做GMT啊 對 我就是GMT啊 然後就是那一支嘛 就是那一支 就兩地時間 就Diablo啊 對 Diablo GMT 然後我也是買他的鏈帶的 因為他有一個是膠帶跟 對 他是 那個不是皮 他是膠 塑膠的那一種的 我就沒買 JJ La Cue也做過 那種膠一節一節的 對 我不是買那 我是後來我是港帶 所以我就覺得是方便 對 其實我常常都搞不懂 為什麼就是前幾年突然 就很多精品品牌 要開始去做手錶 然後都是做高級錶 是怕被人家幹掉嗎 就說你 啊或者是 因為豬表跟手錶 其實一直都是放在一起的 都是算精品 對啊 都是算精品啊 那他只是跨越一個品牌 一個系列去做 還是同一個category 可能TA都差不多 對啊 我可以了解你 如果原本不是在Swatch Group的話 你拿不到通用機械 你想要自己做品牌 可是就像我們說 Richmond的Don't Hill and Maze 這一些東西 他們是真的是把手錶的 拉的上去很多 就算是Vanclip也是這樣 他以前就是用很簡單的 私音機器 ETA的 後來做的越來越複雜了 可能是被 被Kickstarter 還是被Swatch開始了 天曉得 應該是說某集團就有這些資源 所以他把他的一些 高階的支錶技術 放在各個品牌上面吧 可是這樣子是不是間接打亂了 他們的市場 你說以前GG老庫 GG老庫以前的話 你看他專門做機器 他機器給Bartram 不管是AP 還是PP 等等的 至少是有點半提高 他自己品牌的傾向 那你如果下方 去給Maze 跟Downhill用的話 這整個就殉掉了 我覺得他們這些 這些概念會不會其實來自於Katier的想法 因為其實最早Katier應該 當然他本來就有在做錶 他們會不會想說 他珠寶做得很好 然後中錶也賣得很好 所以他們是不是有這樣子的 才想說跨界把它linkage過去 對 可是早期Katier 的時候是用爛的機型 沒有 那今天就因為要講一款錶 那我很有feel的是他的Mark 18 18 他的有一支是Vintage的 就是他的那個石錶是有點Pantina的那個 那個中文要怎麼講啊 老化舊化 那一支不是志祭馬克11的嗎 對 就那一支嘛 我很喜歡那一支 那size又剛剛好 因為他其實馬克系列就不大 就是最大好像也只有 即使馬表做到42而已啊 除了Big Pilot 就馬克就是42 42最大就是42 其實我覺得馬克系列 因為Big Pilot其實 以他的size來講 戴起來是很舒服的喔 我Big Pilot就買過兩支 來來去去 那我覺得以那個size來講 戴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那IWC其他的表 我就沒有太大的feel 但是對馬克系列 尤其是近期那Mark 18 真的Vintage非常的有feel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講這一支 他其實不是Mark 18啦 因為他那個針跟他的石錶 其實就是已經算是致敬款了 他其實就是用Mark 18 其實以前的針比較好看啊 對 以前他就是 就是不是 像因為他後來Mark 17 18 都是用零行針嘛 那他反而是像Mark 15 用的是很早期的 其實他還有一款我很喜歡 但是那個是非常限量 就是Hundink做的一個特別版 跟John Mayer做的 他是Mark 18 但是他外面的殼是用Top Gun的那個 陶瓷黑殼 然後裡面的針是用 舊的Vintage聲 那只有其實我蠻喜歡 但是也沒有搶到啊 Codinkey的東西本來就非常難搶 每次都秒殺啊 對啊 幾乎我沒有 他的妝沒有被秒殺喔 還出問題 他的八日鬧禮沒有被秒殺 Email上面有很多啊 被罵的 想要買的都秒殺啊 那我五感的品牌有Feel的錶就這三支啊 那你有感的品牌提不起自己的錶啊 嗯 那第一支是Rollex 很鬧神 對 我一直想說 你慢慢講 提不起劇 你先看清楚一點再說 有感但是硬不起來 有感硬不起來 沒有辦法勃起 證明了你自己的無能 我沒有像Kamen胃口那麼好 全部都有Feel啊 你跟他講下去 很多人都聽他的Paka了 那 第一個是Rollex 其實我蠻喜歡Rollex的 因為我覺得Rollex 幾乎是每一款錶 我都覺得是 你真的沒有錶買的時候 欸是可以買的 就是你 我隨時都可以戴一支SUB 我覺得SUB是一支很不錯的運動錶 而且這最經典嘛 那 Rollex我最不喜歡的就是Yachtmaster 2 我覺得 那就是一支很奇怪的錶 我說不起來為什麼不喜歡他 那如果Rollex 裡面我覺得長最怪的就是他 你覺得是因為面盤設計不喜歡 還是功能你用不上 還是怎麼樣 倒數計時 第一我覺得那個功能本來就是一個不實用的功能 對 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不會用到倒數計時這個東西 那第二是 生命的倒數計時 那你那個要倒數很久好不好 那是倒數15分鐘的耶 那 其實那支錶其實又很大 蠻大的 因為他的基金關鍵他做的很大一支 戴起來是很不舒服 那Rollex一定是配鏈帶的 那戴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Rollex 最差的錶就是他了 那如果以size差不多像Sky Dreader呢 那我也不喜歡Sky Dreader 他是40但是他比較厚一點 那戴起來比較有感覺 但是又不會很大 跟你應該講 因為現在新款的C Dreader也是比較大 對 我喜歡舊的 舊的 我不喜歡紅製的 我喜歡舊款的 你喜歡16600跟16600 對 那是我最喜歡的Rollex 第一代的嗎 第一代 OK 那第二个是 我一直 我其實我蠻喜歡Skyo的 因為他我覺得 他有些東西是真的蠻有趣 那 我最看不懂是Skyo的Pisage 他的Cocktail 可能是我不喜歡喝Cocktail 還是 I don't know for some reason 我覺得 那支錶 不管他出什麼顏色 我就覺得他醜 會不會是因為他那個石錶 讓你提不起勁 他的石錶 其實跟一般 沒有他原本就是 他原本就是 他比較斯文風 原本就不是你的Style 不太菜 對 但是沒有 我覺得 我也是有一點同感 我覺得他Cocktail 而且他出太亂了 太亂了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Cocktail 沒有錯 但是你不是每個Cocktail 你都搞個顏色出來吧 我倒覺得他還蠻有創意的 他是 好吧 我下次 我下次要 我如果真的 你是不是有買Cocktail 你有買Cocktail嗎 我帶了一次 我有 綠色的 綠色的 我也不知道 為了什麼 他只要是綠色 他都會買 我有買過他那個 櫻花粉的 之前我買過一支櫻花粉的 但也是買來大概戴不到 那支錶 那支錶不會有人戴太久 我真的覺得 對 大部分就是好玩的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就質疑而已 可是至少我覺得他的 他的 就是Cocktail 還是說Presage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idea很好 idea很好 只是那個錶真的越看越提不起進來 我是覺得 其實 我Presage買過非常多支 我一直覺得 以C口言在做症狀錶 他是不及格的 我想很簡單就是他的厚度實在太厚了 不會啊 他的BabyGS還OK喔 那是BabyGS 但是我講 沒有沒有 他那個是C口 他只是叫BabyGS而已 但是 但是他大部分的Presage 特別我喜歡的那種用 我們講的 BabyGS也是Presage的 對 但是我說大部分我比較喜歡 像那用Enamo面盤 那一個系列6R的 都 厚度都超過一點 因為6R厚啊 甚至啊 你知道嗎 像我最近 我最近要賣那個七寶面盤 七寶發廊那個 居然高達1.45公分 厚喔 然後他一般款 三針的都還1.2 你說那個怎麼戴 那個其實 面盤很美 可是戴起來就是 因為你絲紋錶 你要戴 你要穿正裝戴 根本就不可能 太厚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晚錶的人在 吹 吹毛球 是 他Presage系列做出來 就不是做給 晚錶的人 他是做給 我們就是大眾 沒有 但是你一個正裝錶 真的超過1公分 是真的太厚 我老實真的覺得 正裝 正裝 可是你現在 你走去路上看 大部分 我們說類似是潮牌 這樣 CVS 那什麼 你如果說是機械 機械上鏈的 因為他不是做 正裝錶是 但他不是做Dress Watch的啊 他不是那系列啊 你只要 你只要像 我舉例好 你用2824跟2892 任何一個機器 你要做正裝錶 其實都可以做到 1公分以下 2892比較簡單啊 2824也可以 像那個什麼 很擠了啊 其實1公分可以 像那個 Anna等等 我最近去量 就0.9啊 他就剛剛好啊 你是因為要賣 才把它量量對不對 沒有 但是我沒有 我有比過啦 就是說戴起來 至少他很comfortable的 感受 在1公分以內是最好 當然也不用薄到很薄 但是1公分左右 是比較剛好的 超過1.2我覺得厚啦 低於1.2還勉強 1到1.2是可接受 所以我覺得Presage 是有點厚 希望 看今天我們聽到 看看有沒有 大家有最近換那個 6L機芯 但6L很貴啊 最近出那King Seiko 一支 人家要10萬 覺得太高 那是被人家罵死 好不好 真的很貴 對 不然6L就跟2892差不多 所以 它是可以大幅 縮減它的厚度 至少可以縮減0.2 0.3 我沒看過石表 我看圖 跟看規格在面上 是強很多 你說那是King Seiko嗎 其實不難看 真的不難看 但是它的那個價格 其實價格也是強很多 它那個價格用6L 我覺得它至少要用到8L 55或35 你那不行 你已經不能這樣 你要想想 現在全部的Seiko 就是整體化拉上去 真的 你整體化拉 真的 但是你那個6L 那個價錢 我覺得說不過去 但是它的Prospect也是6L 它也是給你到三四萬啊 以前貴很多 6L現在像 像以前乘去百分之三十 你就覺得說OK 可能還不止 有些 它的Prospect長超誇張的 但是6L有個好處 現在6L是70小時 以前只有42 它現在後來改的6L35 都是70小時 對 它本來改的70小時 而且聽說比較準 我比較準嗎 聽人家說 我比較準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Seiko有一個 這也不是缺點 它出場的時候 因為它的Range很寬嘛 所以它出場的誤差值很高 可是其實它的表 只要好好調整 其實都可以拉到 增幅10秒以內 是真的準 只是就是常常有時候 會覺得不準 是因為出場的時候 因為它的寬容值太大 你知道嗎 反正有在那個裡面 它就出場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當然價錢便宜 但是只是說 日本人對自己的寬容 這不太像日本精神 不是 你要想 應該要切副的 現在Seiko已經 潛水表已經貴到 一直定價四五萬耶 像我之前買的那個 而且現在折扣也沒那麼好 對 所以我就覺得已經 已經到達那個錢 其實那個價格 你可以去買什麼 可以去買Middle 去買天梭 去買Hamilton 都比它便宜喔 但是要選我會選Seiko 如果是你說的那幾支的話 我會選Seiko 沒錯 這是事實啊 我覺得不要被誤導說 瑞士就是好東西啊 但是就是說 你雖然SPV149好看 我自己有買嘛 55週年那個 你買兩支 我買147至149啊 對啊 都不錯都好看 但是就是說 真的以現在價格 入手就要是真的高很多很多 你想大概成一點 你後來賣出去了嗎 這就不要再提吧 沒有 但是我賣出去的原因 不是因為怎樣 我還是回過 要買二六折喔 還有 所以Herry賣表一定是賺的 還厚還有厚 沒有 主要還是太厚啦 因為六R吉星都有真戴起來 那個太厚了啦 真的還是太厚了 對你要穿西裝的 那個不適合 我現在目前看一看 錢水表裡面 我比較覺得符合我需求的 大概就BB58啦 就BB58比較薄啦 因為已經講很多年了 他就沒有買啊 一直遇不到 現在藍色十萬新的就有了 沒有我是要買黑金的 黑金現在找不到了 還有一支啊 我沒有全部賣掉 他跟柏林戴情侶表 這個東西不適合在大眾面前 我還要一支喔 BB58 BB58其實真的是不錯 但是沒有遇到適合的 就是剛好可以入手的事情 就是不夠便宜嘛 你就講真實一點 真的有什麼關係 我們那麼大那麼少的 所以我真的早買早享受啊 對啦 你看你現在玩買也沒有折扣 不是啦 有啦他現在那個藍的在台灣越來越便宜了 真的嗎 之前超訂耶 現在已經十萬可以買得到 我看 有當鋪 九成九星的都十萬出頭就有 我還是覺得他黑金比較對味啦 不是在台中的那個 沒有我是 我還是覺得BB58是黑金那支比較對味 他藍色比較好看 個人喜好啊 也是啊 那是因為很多美國人去年 沒事做他拼命買 而且拋超便宜的 那時候我看到有人在網路上拋 沒帶過的BB58藍色 Ebay嗎 我watch you see上面 大概才拋 兩千 兩千七兩千八吧 很便宜耶 而且那時候你買 是很實 因為你現在台幣那麼強 對啊 你買還賺耶 確實不錯 你應該買一張之華呀 我覺得不錯啦 不是行不行 沒有那個一下就沒了 對啦 就是棒就沒有了 出來就沒有了 但是先不講那個價格 其實BB58就是說 戴起來是好戴 厚度適中 然後錶帶也是那種 因為他說到39 比Black Bay好很多 然後我也喜歡他那 毛丁帶的設計 不錯 對 那最後一支是 我對Zeniv 一直都很有Feel 我一直都蠻喜歡Zeniv的 先立誓嘛 那我最沒Feel 就是他前幾天發表的 我的Facebook被洗版 就是他那支新的Chronomaster 超多人 我覺得有夠醜的 你說Zatona 可能就是Zatona Zat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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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支錶真的有夠醜的 對 我很喜歡Striking Tenth 我非常喜歡Striking Tenth 但我覺得那支錶真的 他 他完全沒有Zeniv的Feel在 他只是因為 要補一個缺口 而去做那支手錶 其實我對那支錶 蠻失望的 說真的 因為我一直其實 我對他的Striking Tenth 都很 就他之前的Striking Tenth 46 我也買過 我也覺得很OK 但是這支錶 我覺得他那個 錶殼設計那麼多 線條 就不是 Zeniv的感覺了 其實我對先立 我自己也蠻有感的 因為我自己也買過很多 不論他的Elite 或是你 就像Chrome Master 可是我早期我喜歡的Chrome Master 是 他有全日曆月像的那個款式 那其實你剛才講 那個Striking Tenth 我也買過 就10秒的 我上次買那個好像是跳 就是從外太空跳回來的那個 我知道 就是Shattles 就是我買過的那支 那個其實很棒 而且那個按下去 他在轉的時候很療癒 因為他 10秒繞一圈嘛 蠻療癒 就是 他的Striking Tenth 一直都很不錯 只是 他這次我看到我真的傻眼 我 而且我還要每天被Facebook洗版 就一直看那支表 有沒有每天兩天而已 就 他剛出而已 就48個小時 只要一滑Facebook 就是看到那支表 真的很多人在講 對喔 我知道 就是大家買 每個人都說嘛 反正你買不到Daytona嘛 那你就買Zentona嘛 對那 那你 那你 最近是還蠻多 在做這一方面的 Cornal的東西 這一塊 Open Mirror 真是蠻多的 他的機心真的是 沒話講啦 那個功能 真是沒話講 那我覺得他這次設計 真的是好像就是為了 趕快有一個東西 碰就是 就出來了 也有一種 另外一種想法 搞不好 就是說他可以填補 因為就像剛才有提到 反正Daytona你也買不到嘛 那我出一個東西 來填補這市場空缺 而且說實在的 他還算是蠻正宗的喔 因為16520 曾經用過 他的那個 El Primero機心下去改 雖然說 從正品改 3600改28800 我知道啊 但確實 Rolex有用過他的機心 有啊 而且那個Daytona超貴的 要買超貴的啊 那個就是前兩代的 16520的系列 確實有用過 Daytona比他好看多了 那我寧願多花 二三十萬 也沒 也差個二十萬而已 我寧願多花二十萬 去買Daytona 他那個 沒有 對啦 Daytona現在定多少錢啊 三十 三十一萬多 那是不貴 如果定價才差十萬而已 新款我記得 一定 但是冬姐證 Daytona你 你入手的錢跟幾年差 不知道幾倍跟幾年 你可能入手價會差五十萬 因為 Daytona你可能買二十幾 可是Daytona要買七十萬 差不多 而且是全鋼的喔 還不是金的 Jenny一定折扣又大好不好 欸 這我也不知道啦 一差就差了三倍了吧 但是那支錶真的讓我很失望 我一直都很喜歡Zenev 我 他 其實我不只Strike and Time有買過 他的那個 飛行錶 我也買過好幾支 飛行 Define嗎 飛行是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就長得像飛行錶 然後有那個洋蔥頭的那個 Type啦 Type 20 Type 20 Type 20 OK 那個其實那時候我買我也覺得不錯 我 你要你三六買的Beacon送你啊 可是 說實在的 你剛才講 Zenev這麼多系列 我就是只有那個 洋蔥頭的那個我沒有買過 我買過他的絲 我買過他 Eli Chrome Master 但是那個洋蔥頭 跟Big Pie的比 又差很多了 對啦 我就沒有特別買過他的系列 他唯一那個Type 20 問題只有他第一代出的52mm那個 用他那個比賽的Chrome meter機型那個 我覺得很棒 但是那是買 那是 那時候其實我有想過要買 後來我選了GMT的48的那一支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在國外賣很差 折扣超大 他那個比賽機型那是真的是不錯 但是 那個太大隻了 大隻啊 52吧 那機型很棒 那我的這邊就差不多了 對啊 就這幾支了 ok 我們也是蠻蠻多的 你也講的蠻多的耶 這件事 我是還喜歡Sandiv啦 只是他這支錶真的是 我沒辦法接受 對啊 可是你有沒有說 你看到食品之後覺得 哇好棒棒 好棒棒 我有看過了 我去看過 我知道錶店有了 這兩支你會覺得 你反正你會選Datona就對了 我如果Datona買不到 我永遠不要買 Datona的Size是比較好 對 那個新款的那個Datona是多少 42啊 41 41是還好 Datona是40啊 他現在其實 Rolex算是有點 就是 逆向操作 最近的 這幾年錶款 就慢慢變大 對對對 反正是大家都已經慢慢 他那個水鬼變大 我真的覺得 讓我太失望了 可是還好 Rolex好像什麼事情 反正他做什麼都ok啊 他做什麼都是對的 對啊 他明年出個50mm的水鬼 大家也排隊好不好 這個就是趨勢這樣子 他做個中大家覺得更好好不好 一定要 桌中都有人嗎 我告訴你 King就是King 錶王 皇帝好不好 對啊 Jesus 表界的Jesus 他是Jesus的爸爸神了 神 Jesus他是兒子而已 他是神了 很慘喔 好不好 那下一個我們來換客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無感品牌 有Fu的表 我先講 我覺得 很多無感品牌 就是 其實這些品牌 也有他的精神 可是就是因為太多人 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 號稱自己是 做表的品牌 可是花太多時間 在尋找 他們的客戶 可是他們的客戶 都不是喜歡表的 大部分 當然還是有啦 所以我是說像Richmond 我覺得 早期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成功的 後來就有點亂掉 雖然他蠻多東西 我就覺得說還蠻特別的 以故事性來講 就像 之前的蹦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至少 會在 我不喜歡的品牌上面 看到一些不一樣 我喜歡的特點 你是單純喜歡吃糖而已吧 有可能 有些東西很難講 就是品牌 他可能就是做超過 他的精神太多的東西 可是可能就是你講 會喜歡甜的東西 但其實棒棒 有點像台灣那個 理髮廳那個 七彩凝紅燈 對啊 可是他的顏色 只是他顏色不像而已 顏色的亮度不一樣 他應該出一個台灣限定版 七彩凝紅燈 他應該出那種 我以前剛回來的時候 我朋友跟我說 只要理髮廳有那個 代表他有做A的 真的嗎 1800他做A的 所以我覺得他還算蠻特別的 然後類似像 前幾年的那個Waltimer 那是Waltimer 其實蠻漂亮的 超有創意的 真的非常有創意的 顏色多 但是又不會很 太亮 三角形那個嗎 不是一個圓的 然後裡面有超多顏色 對那個顏色很多 就好像三角形 那個其實是很fashion 但是又很不難看的一支錶 他算是可以做到說 照理來講 這種東西應該要是非常熟悉 你覺得已經Mix and Match太過分了 但是不難看耶 那支食品真的很好看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而且賣超好的 他連他的Smart Watch 一樣的造型賣很好 可是醜不垃圾的 真的有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 剛好看那個品位有沒有重 有沒有對到 然後最後一個大概也是 Palmine deal 其實剛剛之前也講過 不少Palmine的東西 就是真的很多人帶 然後很多人就不是 因為是38嗎 38對 我覺得那個Size還蠻對 以前我會怕說 手錶一樣的造型 變大跟變小的時候 會不會整個失去的味道 Duet還OK 其實我覺得 他說到38的時候 他的那個感覺 Feel就美了耶 就不像 就完全就不是Panerai了 你戴在手上 你不覺得他是Panerai 對 可是你放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樣子 他就是那個樣子 因為我有戴過Duet 但我有想說38試試看 其實那真的 就不像Panerai的感覺了 我倒覺得還OK耶 其實就是說 他整個變小之後 鏡面感覺 就是你可能本身 他的大油也縮小了 他的大油變得很小 就感覺是 有一點點失去的味道 不會差太多 我倒覺得 這個我好像還可以 他如果品牌換掉名字 可能多一些 你就會買了 對啊馬上一樣 就可能就是戴口罩 跟不戴口罩的差別 問題是他那個殼 你有辦法接受嗎 殼 你說殼的finish嗎 還是造型 就是他造型 他把它說到38其實縮小很多 那個Crown Guard 沒有那麼出來了 而且他其實也比較薄 因為那個機器也比較薄 薄很多 薄非常多 他那是那個用小自動盤 那一個嗎 但他防水只有到50對不對 還是100 50 他就把它縮到50 他那個機器好像是民視做的吧 民視那個用 MicroRotter的那個 好像不是 不是那不是MicroRotter的 不是 不是 他們如果是集團裡面的資源 可是他們 反正現在大家都講in-house 我覺得in-house 現在已經講到有點假了 in-house 比通通機器太多了 莫名其妙 好像回到那種70年 大概60年 我跟你講你要買in-house 你就直接買seco seco全部in-house 因為seco機器都自己做啦 我沒有我不喜歡 我不需要in-house了 我知道 我說其實最便宜的資質機器表 叫seco 他只需要綠色 他不需要in-house 顏色比較重要 他不care他只需要綠色 沒有我覺得現在 22綠色就好了 對 現在綠色好像已經太多了 只要是22mm的錶帶 跟綠色他就ok了 所以這是他兩個數字就對了 我明年要開始買rainbow了 年紀到了 綠色已經太多了 多到已經 沒什麼新鮮的東西了 目前是這樣講 只要講到 不新鮮的就是 可能有興趣提不起 就像剛剛哈瑞講的 就是雞家的比較運動風的 我覺得compressor運動風 還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在compressor之後的extreme lab 都覺得有點太過分了 他的extreme lab是賣很差 對啊 所以才後來才變成tribute 的系列 找Learnardo Decapio都沒有用了 那就是直接discontinue最快 對啊 可因為他還不夠 他那時候不是常常跑去什麼 山上啊 南極啊 對啊 他要去阻止地球暖化啊 他是很有心的 帶了這個 不管什麼跳下水還是怎樣 還是 還是那個樣子啊 這個extreme lab就是 沉入海中 就拜拜了 而且我也不是覺得很有興趣 可是同個東西有一個 比較類似說 比較文表風的一個品牌形象 然後做的他運動就是之前的 Gaschute Oregano 那個Original的CQ 我覺得有點太過火了 雖然我原本就不是很喜歡就是 他的運動表的東西 可是反正見仁見智 我覺得說已經跟品牌整個精神 達了太遠 看得還蠻火大的 那個其實就跟Moser的那隻 運動表一樣的感覺 你說新的計時嗎 extreme liner extreme liner 就是就不像Moser 但聽說那隻表的瓜很紅 那隻超紅 每個人都超愛的喔 我倒覺得那一隻 至少我覺得Moser 就是他每年都有一些變化 就是搞怪的變化 如果真的最不像Moser的 應該是他的那隻Franciston 是最不Moser的 你說 他的Apple Watch 他Apple Watch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至少我都整個廣告 Moser常常有搞一些 突然間不一樣的變化 他一年都會出一款 其實他那時候Apple Watch 他那時候推那個 我其實有一個想法 他其實是有計劃消化 他的Henry那個基心 因為他那雙個基心 原本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那雙個基心 原本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那雙個基心 用在他原來的表格很自銷賣不掉 所以我在想他那時候把它賣完 那個東西其實還是有在賣 他Apple Watch有在賣 有有 所以說因為他是Find的 對啊 不少人買 所以我才說因為他之前 用的是Henry的表格 用得不好 不是那個 他那個原本就已經是這麼計劃了 他自己也是出來講 Enron自己就出來講 就是這樣子 反正我們有多超多基心的 這他自己已經是公開的 他們有很多很多基心的 對 他原本是要把那基心賣給那個 MBNF MBNF不買而已 其實他那個基心 其實說是在工藝度很高 兩個雙油絲的 雙油絲的那基心是很棒的 對 以當初那個價位來講 OK 你是不是也買 我沒有 他是買原的 我是買原的 他那個雙油絲是Henry的 賣掉了 沒有 我買因為還在啊 難得喔 我又買回來 不是還在 又買回來 又買回來 賺了再買回來 又買一隻 對啊 然後花更多的錢 傻蛋 然後還有我想 我還蠻想卡鐵的 那我想問一下 你說那 那你剛才提到那個 G.O.嗎 那Lange的那個呢 Lange的錢一陣也推他千歲表 你這個想法是 我完全連注意都不想注意 其實我對Lange還好 我可以說真的 那G.O.還比較好看 有可能 G.O.還比Lange那隻好看 這種兄弟的 不是每一個兄弟都像是 Column兄弟這麼厲害 永遠都是設計好看的東西 對不對 Marie跟Hen這麼厲害 我覺得 我自己真的覺得說 這 這大概這兩年吧 Lange跟G.O.做的東西 沒有說真的 棒 你一看就覺得很漂亮 他可能是從過去幾年 東西慢慢的改 可是 機心慢慢的變強 這不可否認真的 可是 至少以正面的外觀來講 我覺得慢慢變弱 所以比較 以一個高級表場來說的話 你看現在很多的 獨立字表比較高級 慢慢做的大有 都是越來越那種 立體化雕刻化 然後 整個finish 其實不會比Lange差很多 甚至更好 但你說整個Lange的身世還是還不錯 G.O.身世就 我看好像也不怎麼樣 G.O.這幾年就是出了那個什麼 比較有名就是他Senator出了那個 世界史區那個 但我覺得其實 太大 我是覺得他實在太大了 我是覺得如果超過42 其實再做一個症狀表就有點太大 我不知道他們的設計師可能有換 我覺得至少跟 這 六七年的東西跟之前的味道差蠻多的 而且size開始也是慢慢的在 加大 但是加大 厚度都還加厚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還蠻遜的說真的 然後比較 我蠻像卡鐵的 然後 比較怪的就是Crush Crush我一直都覺得我真的不太行 時空的變化 對啊 扭曲的時空 你沒有任何藝術美感 就是會覺得他不好看 完全沒有 真的受不了 Crush在作為女表 其實很漂亮 還蠻多的女生喜歡的 因為女生不把它當一支錶 那支錶是不能看時間的 是啊 你就是把它當珠寶是OK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在那支錶上看任何時間 這事實 對啊 但其實以造型而言真的是 很有藝術感 很有藝術感 那真的是非常有藝術感 他是不是就是那個什麼達利的那個畫 對 對 也不算是這樣子 他應該說他當初是 就是有人 有人的老婆的表壞掉 然後是送了 他就一定要把它修好 結果後來回去修的時候 他說真的沒辦法 已經是被他摧殘到沒辦法 恢復成那個樣子 所以他覺得就是當初在 卡鐵裡面的那個watchmaker 覺得說還不錯 還算是個很好的造型 他就是跟著再繼續做下去 很有feel 對 一個美麗的錯誤 這就像是之前爵爵跟你講的 那也是什麼 一錯再錯 那叫什麼 走錯 一步走錯 步步往下 對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敢跟你講說 他是一定是他整個系列裡面賣的 最差的 卡鐵裡面的表達 他很少賣的比是還差的 至少我沒有看過人帶過 有 我在台灣有看過人帶過 哪一個 一個阿嬤 一種貴婦那種 真的他的手一定很美 沒有因為 只是就是因為 真的那個表太好認了 那真的是太恐怖了 就是被毀容的手錶那種感覺 就扭扭曲曲的 你真的 你多遠看 你看就知道那是什麼表了 對啦他至少說 他是一個很有 非常好認的一隻手錶 有特徵性的表 馬上就認得出來 不要自信很高啦 啊 換我們主持人了 沒有 Kevin完全不知道他 他是要 他最愛 他最有feel 就是他那隻Apple Watch吧 沒有我先來講一下 五感的品牌 我Apple Watch也算是其中一個 那如果是五感的品牌 有feel的話 剛才都一直在講說Cartier 其實我覺得Cartier 像兩年前 他那個新的那個Santos 我就覺得 是兩年 2018年嗎 三年前 對兩年前那個Santos 我覺得新的那個東西 搭配那個 快拆錶帶的那個 那個鏈帶我就是覺得那個 我覺得超級棒的 就是覺得說 其實讓我有一個 雖然說他的樣子跟 一開始以來其實沒有太多的 有 他殼其實 就是 他還延續 他整個那個設計的風格 Design Language差不多 對啊 只是說他現在越變越變 就越來越精緻那種感覺 雖然說就是 他那個外面那個背手是變得比較 好像是 圓 會比較刮 他一直以來就很容易刮 很容易刮 就他的話現在感覺就覺得說 好像 就讓人家會慢慢注意到這個東西 是蠻慢慢慢慢 就有點心動的一個感覺 不然其實我對Cati的其他手錶 都覺得 多像都還好了 那個樣子 真的Crush真的是超糟糕的 Milescrush的 真的 那個應該就是 應該是那女的出車禍以後 然後要拿去修吧 他就是去修的時候就是那個感覺 他就叫Crush Did youCrush 他可能被 被貨車撞到 重慶出牆被老公開車撞 你不是要賣的Santos 其實那隻新款Santos 他不是只有錶帶錶頭 那是快菜 他連每一節都是快菜 對啊 那個用手就可以拆 對啊 不用工具就可以換了 其實那個錶帶不差喔 那隻我有 那隻錶帶真的不差 我覺得那隻真的是還蠻在一個 就是Cati也這樣做出來 如果也是跟 如果品牌不一樣 可能就賣更好 Kamen沒辦法駕馭 Kamen只能駕馭那個small的那隻 XXS 對啊 他喜歡緊的 緊一點點比較好 那下一個的話 再講到IWC也是一個 讓我沒什麼感覺的一個品牌 不過像剛才一直講到 Hario講到Engineer 我覺得Engineer算是一個 讓我 你有Feel 我有Feel的一個 Engineer你是哪一隻有Feel 他有那個護橋的 他旁邊有護橋 那一個 AMG的那個 我知道阿 那個時候他有跟AMG出過的阿 你說是不是什麼 什麼任務那個 地球任務那個 最後的Engineer阿 最後的那一款 最後的那一款 有點 八角形的那一隻阿 對對對 然後旁邊有一些護橋那個感覺 對啊 我覺得那個 滿運動風的 That's not you 我就是讓我有Feel 可是我對這個品牌 沒有太多的一個 連結感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還好像還蠻好看的 可是你戴那隻表 我覺得蠻奇怪的 對啊 你駕馭不了 我只是說有Feel 沒有說一定要 而且那隻表蠻大顆的 路上每個人都有Feel 你不一定要對他怎麼樣 That's you 你戴Santos 好像還OK 你戴Santos 普通Size Medium應該是OK的 Medium 應該是OK的 你應該戴Solo的才對 其實Kamen戴Solo 應該也不難看 他可以戴那個 就是Santos Dumont 那個新的 對 很好看喔 Dumont很薄 因為他是Quartz的 對 不錯 沒有他也有時音的 他有手上鍊時音的 那一款是手上的 就是Quartz 不是Quartz 那你剛剛說手上鍊時音 手上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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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鍊的啦 手動充電 手上鍊時音 這是Ventura吧 Ventura Ventura只有一款給你手上鍊的 Santos Dumont有一個 後來有出 但是一開始是Quartz的 先出中型Quartz 大型Quartz 然後一個最大的就是 我老婆喜歡那個 中型的那支Quartz 對 然後下一個 我在想一下 Tac Tac Hewan那個 Monaco 我其實 我對這個品牌 對啊我一直覺得說他出的手錶 都好像都還好而已 可是Monaco 就算是他比較 讀數一個的 算是他的造型 跟電影其實也有關係 我也以為你會喜歡Connected 因為那麼喜歡Smart Watch 對啊 Kindle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一支Connected 我真的覺得好像還好 你看起來蠻喜歡方錶的 你選兩支方錶 方錶 方錶運動 辛苦看過 你看過出我是很運動的人 Santos Monaco 跟Apple Watch 都是方錶 對啊 好像蠻喜歡方的感覺 沒有去買Moza 可是Monaco是比較不一樣 你說Tac 因為其實Tac 就是他就是聯名嘛 以前你 你說Monaco應該算是Hair design 他只是一直延續 一直用下來而已 就是這樣子 他最Stay True的那個復刻 就是Monaco 而且他上面沒有Tac的名字 沒有只有比較高級 有吧 他有的那個有幾款有啊 比較爛一點的是Tac 對 比較OK的還是Tribute 複刻的或是比較重要的 Steam or Cream Tribute 那個就是寫Monaco 對 你只能寫Monaco Hair 你如果有同樣錶款的話 就是Monaco就是價位第二高 Hair的是最高 然後你如果到Tac Hair的話就噗噗 就用這個來分整個級別就可以了 這蠻簡單的 Carrera也是一樣 他們TacHair的系列都是 Montre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來講一下 我感興趣的品牌提不起近的手錶 我剛才有講到那個PPPP 我覺得Aquanaut PP I think Aquanaut is a great watch though 是嗎 我覺得一開始我看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東西 就是看起來就是你 你戴著日本就表示你買不起 我覺得他配那個膠帶很好看 欸 我覺得好像 他的造型很怪 就比較不一樣 你會買這個表示你買不起Noteles 買不起其他的 你才會買這一支 Noteles的造型很怪 就好像你買Buckster 然後你為什麼不買9-11的感覺 And your name is Cayman 所以我跳過Cayman You're alive is for compromise 所以我買Cayman這樣子OK 自打嘴巴 對啊 但是我是有聽到有一些晚表前輩 確實覺得海底探險家 他其實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他的finish很不OK 就是說 其實像鸚鵡螺 就是那個 他不夠亮 對他就是finish的那個 跟其他比起來 法師紋非常非常明顯 對 就是說不是那麼OK 那至於說 還有人是覺得先他就是戴起來 不夠紮實 他很小一隻啊 他36而已 然後後來當然有可能 因為很多人就搶不到 就像搶不到精英嘛 然後如果要切音樂錶 所以有很多人現在 其實我蠻喜歡阿昆啊 我個人是蠻喜歡那隻錶的 講到這個就是 我也是後悔我把它賣了 我買第一隻阿昆的時候 我買大概三千多磅 然後大概一天我就覺得像垃圾 我就兩千磅賣出去 結果隔年 砰他就馬上漲了一倍的定價 大概就快差三個月而已 狗眼看人低的後果 沒辦法 我都是被Cayman帶死 你失去的美好 被他帶壞了 對啊 你怎麼常常賣掉以後 那個錶都棒的 所以大家看他賣什麼錶 就趕快錄 趕快接是不是 只要他要買趕快先收 最近也要賣什麼嗎 他最多的是FB Jones差最多好不好 那個Quotes 我好幾隻FB Jones都是買了 他說五六千磅 現在都是十倍價才跳 你最近有沒有賣少 趕快來那個 大家剛好來 好像名牌了 請到我們Lincolntown買賣專區來看 副紙巷 副紙巷 對啊 然後下一個我再講一下Rolex的Prince 這也是方錶 這我其實這一支我就覺得說 不像Rolex 對就不像Rolex 然後我就看完就覺得 看了你就會 我覺得Prince 看完我就會翻頁那種感覺 這個東西是 就喜歡的人很喜歡 我喜歡 不喜歡的人真的不會 我個人是 我都覺得 我相信他應該是個好錶 可是 可能外型上對我 我覺得這不是Rolex 可是你很多方形跟長方形的錶 我這錶是 我還是有挑的好不好 Prince做了一個Rolex 最大的怪異是 Rolex沒有透背的 他是大概近代Rolex唯一透背的錶 半透背 算半 透一點點 Prince這支錶 其實他的細節在於什麼 知道嗎 如果有人注意的話 他的面盤的紋路 跟他機心的紋路 是一模一樣 如果他面盤是 放色紋就放色紋 他面盤是 圓形紋就圓形紋 他面盤如果是 丁紋就丁紋 他的細節真的很多 他的細節非常好 可以一次買一組的 但是像Kirk講的 就是要露不露的 還給他露一半而已 他露得是漂亮的 他沒有整個脫光光 沒有那麼的 Prince可能是 沒有這麼的猥褻 唯一支Rolex Prince你可以在定價下買到的 你說現在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以前 大概幾年前的時候 真的是 我看過蠻多便宜的 對 其實他四個 他有四種材質 三種 白金 白金兩種 黃金跟玫瑰金 各一個 白金有賠面跟賠面 其實都不錯 我是老實講 Prince有點被低估 不難看 被低估了 但是就是你講的最不像Rolex 三個人打搶一個人 收回去 我還是覺得說 提不起勁就提不起勁 就是要 沒feel就沒feel 喝再多瓶還是那個樣子 我只是蠻意外的 但他確實是個nice watch 對 那最後一個我想講的 大概也是Rolex 就是我其實 或是overall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你是攻擊業界最強 對啊 你看我攻擊那麼多品牌 我都不敢攻擊Rolex 我沒有 我只是說 可是我剛才這個題目 是我感興趣的品牌 我看這是我們錄 最後一集了 他的Rolex是很有感興趣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那個牌子 讓我討厭他每一支表 別人講一次棒 你要一直講那個 Aquadol Nautilus我也不喜歡 Nautilus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只是我不喜歡那一個 Aquadol 那另外我最後講的就是 其實我不喜歡Rolex那些 把很多那種滿天性 放很多鑽石在上面那種感覺 你講的是表圈還是面牌 還是都是 都是 其實就是台灣土豪帶的 或者是rapper帶的 Kamen就是種族歧視 這跟種族有什麼關係 他不喜歡mbm player 他不喜歡hiphop artist 就這麼簡單 我沒有這麼說 如果賺點石標 石標上面有賺這樣可以嗎 一點點可以 如果那種全部都不賺 然後就跟你說這一支賣很貴 賺面或是賺圈的 這個道理貴 但這貴在鑽石 然後其實我覺得其他的東西 都好像 你就失去了你那個 玩那個手錶那種感覺 就是為了 但我說真的 你看說那種嘻哈歌手 他們手上的錶 根本就沒辦法看時間 那燈打下去 他應該都瞎了吧 所以他都要戴墨鏡了 對啊 其實那是因為他已經清光眼了 對啊 他戴兩天以後清光 白內障 對啊 看不到時間怎麼樣 對啊 好啦 今天跟大家聊了非常多 還蠻有趣的品牌 跟蠻有趣的錶款 不管大家喜歡不喜歡 其實都是個人的感覺 那我們也歡迎多一些人 來私訊給我們 關於說你們到底有哪些品牌 然後哪些是你喜歡不喜歡的手錶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好 那今天的Podcast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今天的音質好很多了吧 拜拜 應該不會有人在叫了吧 請不要再 請不要再罵了 專業錄音室 對啊 成本有限好不好 對 這些人都是爛開 對啊 不懂得珍惜 我們小本經營 對啊 有啦 到專業錄音室錄音果學不一樣 鄉民的說 好 謝謝喔 拜拜